台東縣進風箱新興村在今天下午開始撤村 村民他們提著大包小包帶上卡車 當然也有人不想離開家園 另外一方面金輪大橋實施預警性的封路 而替換道路就是一旁的舊臺九公路道路 瑞島也已經出現了強勁的風雨 瑞島的居民他們把超鄉的食品一掃而空 防臺備佔 小朋友在軍警的協助下進到大卡車內 中度颱風小犬的暴風圈 4號開始接觸台灣東部陸地 台東居民非常有感 新興村大多家家戶戶都帶著家當要撤村逃難 卻有村民還坐在家裡還不想離開家園 我的意思是說還沒下來就先不要 不過金楓鄉新興村處於一潭塌地區 尤其小林村事件後大家心有餘悸 滅村只需要幾秒鐘的時間 若鐵皮住家不敵強烈風勢 到時可能就笑不出來 村長呼籲民眾最好還是乖乖配合 另一邊緊離大吳山和太平洋 被譽為全台最美高架橋的金輪大橋 遠景從下午就忙著交通管制 架起忽然實施預警性風路 就怕狂風催落車輛釀成遺憾 其實車輛行進這邊都必須轉彎改道 而替代道路呢就是一旁的舊台九線道路 接觸風橋時間還不一定就是得等到颱風遠離 遇到颱風除了人類要撤村 車子繞路走就連一旁 梅花路的家園也受到衝擊 來到綠島樹木被吹得東倒西微 仔細看強勁的風雨中 黑油樹幹被攔腰截斷 梅花路園區幾乎一片狼藉不見露影 走進超商當地居民也將食物幾乎一掃而空 做好萬全準備 麵包和冷牆降上雙餅都被拿光光 小犬颱風啃咬台灣腳丫 4號和5號影響最為劇烈 民眾也得囤積糧食填飽肚子才能應對 記者台東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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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